局势有挂帅出征越南,敌军主将武援贾德之后,轻蔑地说了两个字。 为何说千军一德一将难求? 因为在战场当中将军是第一时间掌握局势变化,而人他的决策可能导致一场战争的失败从中国古代历史当中我们便能够看出一位名将的重要性。 赵国凭借名将抵挡秦国进攻数年却用了因为将领的原故被白血坑杀二十万人,可想而知将领对于一场战争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同样也进行几次作战,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抗美人朝。 当时我军的司令员别是彭德怀当时在面对美军的攻势下彭老总依旧指挥部队抵御下来最终取的这场战役的胜利一个将领的作战方式,便能影响一个军队彭老总的作战风,则便是非常的勇梦。 在队越反击战当中,为何要任命许室友为司令员其中一,点便是因为他作战友吗? 许室友将军因为自己出生于贫穷的家庭当中,为此被没有接受到过多的教育,早早地便进入到社会当中,进行奔波不过。 他对于武术边院非常的感兴趣甚,只还前往少林寺进行学习,在从少林寺出来之后,许室友便加入到军队当中,当时他的身手在军队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在加入到军队当中后许室友便经常跟随部队进行作战。 在战场当中许室友便表现出非常勇梦的气势,基本上都是汉不畏死的志也使得他的立下不少的战功,当时很多敢死队,都有许室友的身影出现,标签许室友,五元甲,越南,将领,敌军。 正是因为这样许室友便平静自己的战功得到晋升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室友所带领的部队给日军造成很大的威胁。 他们对于许室友所带领的部队也是非常的畏惧,的可想而知许室友作战是怎样的? 勇梦当初在对越反击战当中,五元甲才得知中国出战的将领,为许是有他的便直接说道,必胜,那么的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五元甲最为越军的将领自然也是拥有真才实学,当时五元甲对于跟中国作战是不看好的,但是没有办法。 为能够鼓励部队的士气,他只能够说必胜来激励大家人儿的中越两国代交手,之后虽然越军给解放军造成很大的麻烦,但是还是无法将解放军的攻势给压,治下来最终越南也是惨败。 当时五元甲认为跟中国交战不是很好的决策位,死越军高层便认为五元甲是畏惧战争,于是便被提出权力中心,标签。 许,是有,五元甲,越南,将领,敌军。